欢迎收看BNC亚洲台湾热点新闻一下值得关注的内容 台湾护区学生残军做好展示准备的现实如何 很多家长都表示非常担忧 教育机构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决定 其他消息 台军即将在澎湖岛进行坦克演习 组织地军登陆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进入台湾 湾海 中国感到愤怒追尽 其国集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 背景和西方国家经常互相争斗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顿促加强战略导弹 不对的是力外交方面 前领导人太营运出发 欧洲三国后传递了哪些信息 请跟随下文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周 台湾教育机构在高中生受到志愿者入无表格 后不得不到前 为台湾面临冲突或自然灾害的情况做准备 上述同意志愿参军的表格一份发给台湾高中生 据台北时报的报道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即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青少年可能会被派往前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家长担心上述申请 表示暂时服役 10月14日台湾教育机构否认了这些表格的存在 但两天后 该机构承认台湾高中生可以支援服役 不惜但不能上战场 该教育机构表示 直到去年高中和大学定期向地方当具体教学生的详细信息 一边在发生冲突或自然在害时动员青少年参与战斗和救援 不过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被支援者制度所取代 让学生有选择的权利 并且含止在保护数据隐私 台北表示 这种做法在两岸紧张局势加剧之前就已经存在 并不意味着整副人为与中国的战争迫在眉睫 台湾教育机构负责认证应要先生于10月17日 取消了同一副兵役的表格 他为行政错误道歉并强调我们不会派学生上战场 台湾防卫部门负责任为林顿·克里雄 Wellington Colabon 表示这份表格毫无意义 他说青年军团不会发挥军事作用 这一概念应该立即放弃 在台海紧张局势毫无缓和迹象的情况下 台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加强防务能力的压力 争议和正义随之爆发 台湾军方近三年来也受到辞职潮的影响 经验丰富的是并离开军队的速度比找木杏人员的速度还要快 台湾防卫部门预计 明年支援军人数将减少单身至越时的 在上个月举行的全社会国防中间委员会开幕会以上 领导人来清的盖出了动员40万人加入民防部队的计划 这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支持军事行动 去年三月方卫厅提出 16岁以上的学生无论性别都可以资源参加展示援助 但由于公众强烈反对和选举压力 盖计划被暂停 看来学生们对于参加支援者军团的兴趣也不是很大 台北市教育局10月15日表示 一项调查现实 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高中生愿意报名加入一共团 教育部门没有透露调查和实进行 今年来中国军队加大对台湾到的压力 进行大规模海军演戏 几乎每天都派飞机靠近台湾到 2023年1月台湾恢复以武兵一起职一年 此前从2013年到2023年 这个实践框架只有四个月 去年的计划有钱领导人采英文提出 旨在增强台湾应对周边威胁的战备能力 蔡俊即将在片原道雨进行夜间宴席 研习中将有盖进行艾米六轮A3坦克 台湾澎湖方位司令部表示 计划本周举行受此夜间实弹研习 这是在10月14日中国联合铁舰 研习将于10月22日至23日凌晨5点至7点举行 10月24日上午5点至上午7点 然后是晚上10点至午夜 子弹发射高度科大1500米 政府一同之船只不要进入艳西区域 女士们先生们本周遭些时候 中国对美国和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下表示愤怒 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21日表示 美国和加拿大海军舰听前一天通过台湾海下的行为 扰乱局势破批和平稳定 这是在北京举行是在封锁和鼓励台湾的军事演习一周后发生的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立席上校表示 美国海空军习近4号到单区逐舰 加拿大文革化豪卫舰 经过台湾海下时 一直受到中国海军和空军的跟踪 立发言人补充说 解放军战区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根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周日的声明 习近4号和文革化号军舰 理性通过台湾海下行事航行和飞跃自由 遵守国际法 美国声明称 海军舰艇通过的海上走廊 潮出了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 习近4号和文革化号 通过台湾海下表明了 美国和加拿大维护自由的承诺 为所有国家提供导航服务 国际社会在台湾海下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不应受到限制 美国拒绝任何不符合航行 航空和其他海上和空中合法用途的主权或关卡权主张 美国海军生命易度 美国和加拿大军坚持行事在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进行的 就在一周前北京进行有一次重大演习 测试封锁该子之盗鱼的能力 以防止在爆发战斗室向台北提供外国援助 具体来说上周 解放军宣布在台湾周围进行封锁演习 成为联合铁舰2020战役 这次行动还包括了主号航母的参与 他穿过巴士海峡 在台湾到东部运营 对台北具有战略意义 演习内容包括绿地和海上攻击 演习在台湾北部 南部 东部和台湾海峡进行 检验解放军量军协同作战能力 这次演习是在北京批评态度领导人 莱清德的言论几天后进行的 10月10日 莱先生重申台湾的人 不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必要是可以通过物理统一台湾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华盛顿反对任何物理占领台湾的企图 并承诺为台湾提供自卫武器 美国和加拿大量骚军 建国经该海峡是在华盛顿 激起盟过日益加强 在这一敏感地区附近的军事合作的背景下进行的 上个月两艘德国海军监艇 巴登福腾包好户卫舰 和法兰克福毫不给舰 也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是德国海军20年来的首次此类航行 日本自卫队驱逐舰作博 好业余九月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舰一起进入台湾海峡 三支海军部队穿过该海峡前往东海进行联合演习 这些举动都激怒了北京 台北时报报道称 10月19日七国集团方场联合生命批评中国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行为 包括在台湾附近的挑衅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国防部长 与10月18日至19日在意大利纳布勒斯市举行会议 在联合生命中 齐国集团国防部长强调在充满不稳定的历史时期 隐藏齐团结意志 共同决心应对安全挑战 我们终身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对于国际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 我们对调衅行为 特别是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感到关切 齐国集团联合生命强调 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台北外交部感谢齐国集团国防部长 对维护台海和平现状的坚定支持 台湾神明 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成员 台湾将继续加强与稼齐国家的合作 并采取具体行动来保护人权 民主和自由的国际价值观 主持人齐国集团联合生命也表达了对东海局势的担忧 他们写道 中国在南海的广泛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我们强烈反对中国继续阻碍航行自由 将争以尸体军事化、胁迫和空械活动 以及危险的使用巡逻舰 东海的船只和海上民兵船只生命称 继续讨论其他新闻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官方媒体10月19日报道成 习近平主席互须加强导弹部队的威慑力 新华社报道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7日视察或建军 某路 他呼吁军队加强威慑和作战能力 视察是领导还要求战略导弹部队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解放军或建军实践是中国常规到丹河和导弹的部队 面对新的发展 例如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改进 监视能力的增强 以及华盛顿加强的新联盟 他们的任务是实现背景和力量的现代化 上个月 中国罕见地向太平洋发射了以美洲鸡蛋导弹 此举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北京的和建设进程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自去年以来进行了全面的反复白证诉 包括火箭军军官在内的机名将军已被开出当机 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表示 中国军队的政治思想作风记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同时他补充说军队中绝不能为腐败分子提供任何庇护所 主持人GNHK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尸查导弹部队时 呼吁部队提高对潜在危机的认识 他还要求加强军事训练 提高各方面战备水平 维护国家和新利益 10月14日 火箭军参加台湾周边大规模军事演习 北京确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和新利益的核心 在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之际 习近平主席将台湾领导人莱清德的政府是位秦分裂主义者 据NHK报道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正试图威慑和控制领导人 主持人Tadier 台湾前领导人才英文结束欧洲三国访问后回到表示 台湾要自信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他表示台湾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 告诉世界那是台湾很重要 台湾是对国际社会有意义的一块 蔡英文女士10月20日声明 台湾必须继续告诉世界 台湾很重要 她在脸书上写道 台湾走向世界的进步不会停止 必须加速 勇敢自信 告诉世界台湾重要 台湾的存在才有意义 此前蔡英文对欧洲进行了为其一周的商务访问 其中包括对捷克共和国 法国和比利时的高层访问 前领导人蔡英文表示 在捷克 他与世界分享台湾的民主价值观 至于法国 他表示台湾和法国有朝共同的自由民主 平等和友谊的精神 在比利时 他表示台湾又 希望欧洲继续支持台湾 晚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2016年至2024年5月 担任领导人的蔡英文女士 也感谢生活在欧洲的台湾人民 蔡女士说 台湾 台湾人民的温暖带来力量 一起走向世界 10月20日 台湾 台湾外交部公布了蔡英文辞行的重要时刻 其中 蔡英文在布拉格2000年论坛 商与杰克总统毕德帕威尔沃首的画面 并发表著题为通过民主团结克服度 才威胁的演讲 蔡女士环参加了法国商业组织 MEDEF International的活动 她还访问了法国参议院和巴黎萨克雷大学 在比利时 她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校园受到欢迎 据台北时报报道 国会赴一场皮诺皮切尔诺欢迎蔡英文女士 而最近的消息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台湾热点节目 请订阅该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亚洲地区 及世界各地的最新新闻 谢谢您 我们下期BNS亚洲事实通讯再见